欢迎来到今天的另一段事件 首先我们看看在缅甸 缅甸好几个大城市的街头 在过去这个星期是血腥而恐怖的 理由是军政府不惜一切 企图以武力的方式来镇压来自于人民的民主抗争 而这些人民当中 很多是年轻人 因此死伤者当中包括了很多年龄很轻的 甚至是儿童 联合国的估计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0个以上 而且情势还在恶化当中 西方国家想给予援手 也进行各样的谴责 甚至想切断军政府头目人 他们在海外的金流以及所谓的账户 但这些军政府的头目们 目前接受外界的访问时 表达的反应非常的冷漠 他们说对于国际间的所谓孤立跟国际制裁 他们早已习惯了 当缅甸政变建满一个月前夕 人民在街头探来的 却是抗争迄今更血腥的序幕 安全部队在街头部署 永不妨对室闻民众开枪 二二八之天包含第一大城仰光 首都曼德勒等多处 都传来流血镇压的消息 原先街头壁垒分明的居民对峙 在枪声大作后 众人开始逃窜 整个城市的恐惧 和催泪瓦斯的烟雾一样 浓到散不开 躲在窗台目睹军警 又开枪又逮人 带着惊吓错气要同胞赶快逃 但能撤离的人 又有几个真能毫发无伤 在众人掩护下 被抬进小巷的示威者 背部受到严重枪伤 所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却没人能在死神面前 救毁33岁的他 这天起 缅甸俨然成为军魔肆虐的战场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保守估计 228的镇压至少18人死亡 此后高涨的反政府示威 更让军事镇压的死伤人数 节节往上推 光3月3日 王密的民主劣势最少38人 最小的还不满15岁 缅甸书记主教 甚至悲痛表示 天安门的悲剧 就在多个城市上演 密之娜的修女 甚至带着恐惧 只神一人 就跪在整排的军警面前 哭求他们 别对逃进教堂里的示威者开枪 恐惧下的不得不勇敢 在缅甸各处都能看见 当军政府手段越强 民众反抗就越坚定 军政府一日随透过国营电视台 还下令安全部队在必要时 才能用实弹朝腰部门下开火 但家具使用的流利 几乎命中要害 即便不动枪 军警在路旁也对无辜医护 动用私刑 全打脚踢 这些实况都透露出 军方已慢慢失去耐性 特使询问武器专家后 发现镇压行动中 警方疑似手持90米冲锋枪 以实弹对抗百姓 镇压力度已经明显越险 于文特使一连用了三个骇人 来形容缅甸现况 因为回顾军方自2月1日 发动政变初期 试图耐着性子喊话 军方掌权人敏昂来 8日现身电视演说 更重申政变的正当性 但当时已传出各地 零星开枪示警 接着军方破天荒召开记者会 高举军政府的民主旗帜 必谈人权 此后多半经国营电视台 传达军方命令 但眼看军警火力开始升级 在国际奥园池卫到来前 最沉默的迫害者 国务资政翁山苏姬 如今处境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月1日翁山苏姬出席 视讯停讯后 再被安上传播恐慌资讯 和意图善获群众动乱 两项罪名 若加上先前含糊不清的指控 翁山苏姬未来 恐无法再竞选公职 法庭不只禁止翁山苏姬和律师 有任何接触 甚至迟未批准任何人 担任他的律师 换句话说 军权剥夺人权的方式 甚至连委任律师 都要军方同意 军政府显然是刻意 将举国反极权的怒意 全家住在翁山苏姬 这个没有声音的迫害者身上 公开挫民主锐气 展现至高楼上的敌权 当缅甸人权的崩坏 已成为全球谴责和关注焦点 二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也公开谈论缅甸政变 坦言这场悲剧性的民主倒退 用致命无力对抗示威者 是无法接受的 同一天东协十国外长 透过视讯召开会议 由1998年结束军事统治 迈入民主化的印尼 担任调停的搭桥者 只是细看东协集团的运作 才共视觉 在长期地缘政治的牵引下 集团中不乏出现 西归挖大兵 为自家利益 不愿干涉他国内政的声音 十国中仅有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菲律宾 喊话释放翁山苏基等人 缅甸长期被国际 孤立在亚洲的边缘 如今包含联合国等局外人 频频发动干预的谴责或制裁 但这些声音听在军政府耳里 根本不痛不痒 只要缅甸持续和中俄等极权国家 保持稳定交好 大可充耳不闻 因此在联合国大会举起三指礼的大使 能随即被军政府单方面 以背叛国家为由革职 再禁制退军方代表补位 让联合国一个头两个大 甚至在镇压行动时 公然逮捕正在暴露的美人社记者 即美国总统拜登2月10日签署行政命令 冻结缅甸政府十亿的赛美资产后 国安顾问苏利文 国务卿布林肯也轮番表态 谴责缅甸的暴行 并呼吁各国统一口径停缅甸 5日在英国敦促下 联合国安理会也就缅甸情势召开会议 希望借国际关切 唤醒军政府的殖民不误 但愿在一场场的流血抗争后 国际敲笑的民主红中 能取代街头不断的枪响 让苦称的民主动势们 还有力量对抗国关 英国的哈利王子跟他的美国籍太太 在去年离开了英国伦敦 跑到了美国洛杉矶居住 他们说想寻求一个平静的生活 但看来平静绝对是不可能 如今即将有一个爆炸性的访问 将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天播放 在英国则是礼拜一 这个访问是由民主持人OPRA来主持 访问的对象就是这对夫妇 在英国皇室过去身处期间 他们蒙受了多少的委屈 有很多内幕的爆料 而且这个影集是做足了宣传 长达两小时的访问 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爆料情节 但如今大家所想知道的 究竟这样的内容 对英国皇室的批判是否公平 英国皇室也准备予以还击 甚至还预先公布了一些 这对夫妇在过去英国皇室 我寻我素的一些所谓霸凌的例子 换言之双方的攻防战已经开始 英国人也开始选边站 究竟你是站在皇室这边 还是站在这对夫妻这边 但很多人也认为这对夫妻并不厚道 特别是在他们的公公 如今正在面临医院 进行心脏手术之际 而在做这段的发言 不过您不要轻估这个访问的杀伤力 而且它是一笔买卖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获得这段访问 付出的代价据说是900万美元 而且发售给全世界 至少已经17个国家 光在英国购买的电视版权 也超过了100万英镑 这整个事情对英国皇室 不仅具有爆炸力 对于媒体界 更是一个相当显著的新闻公式 跟大的媒体情况 当然对于英国皇室 久已经备受批判的声誉 如今这一回的打击 究竟是能够让民众 反而同情皇室 还是增加对于皇室的证悟呢 就看明天的结果 我的最大的关系 是历史重复了自己 你已经说了一些 很震惊的事情 你会在静谱吗 还是在静谱吗 我只是想让大家明确 你以为我 我只是很高兴 和很高兴 坐在这里 和你和我妻子 在我旁边 因为我不能开始想想 她的经济过程 经济过程中 她的经济过程中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厉害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厉害 但至少我们都很厉害 虽然专访还没播出 但三段预告 已足以让媒体大做文章 因为哈利提到了母亲 戴娜王妃 这个王室的经济话题 没跟各式大爆皇室丑态 所以我只想要说 我叫你 either February 或 March 2018 之前的婚礼 嗯哼 问你 请请请 请请你 和你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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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开 你还 intended desenvol了 听从事 有一位 和你一位 和你一位 和明年 专發 покird 你们 feeds 我们有的能力 我们的能力 在一种人的能力 我没有说的那种人 那不是我的选择 所以,是一个人的能力 在一个人的生活 去到一个人的能力 这种人的能力 不同的 我认为是 人们的能力 能力 美根甚至大爆内幕 说婆婆卡米拉及嫂嫂凯特出卖了她 夫妻俩的谈话 摆明就是要给皇室难堪 但尊访此时 高龄99岁的菲利普亲王 刚好因病住院 英国八卦媒体就大声疾呼 亲王生病 哈利近海上电视接受专访 而身为好莱坞明星的美根 当然不是随便就粉末登场 在镜头前的美根 让人联想到1995年专访中 坦诚卡米拉介入婚姻的戴安娜王妃 她一手摸着怀孕的肚子 表情看起来无辜又楚楚可怜 仿佛受尽欺负的小媳妇 就连服装也暗藏心机 美根身穿要价3000英镑 约新台币12万元的亚曼妮优雅黑色洋装 上头有着莲花刺绣 象征着经历伤痛后的复活 不过最吸睛的是手上那条 和卡蒂亚Love手镯一起佩戴的钻石手链 那是戴妃生前最爱的手势之一 价值17700银镑 约新台币68万元 美根的经纪人对外证实 这是代表着戴妃与他们同在 哈利与美根从去年一月 开始上演脱鹰大戏 发表声明宣布脱离英国皇室资深成员 当时就传出两人积极和美国电视台联络 要接受专访 这段期间哈利与美根从加拿大搬到洛杉矶 明明还激欠英国纳税人 装修乡间小别墅的款项 却在加州圣塔巴巴拉 买下价值约台币3亿元的豪宅 和欧普拉当邻居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两人迟迟没有正式工作 当中一度传出梅根励志要改善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 有意从政 去年9月两人的工作终于有了眉目 和Netflix签约拍摄纪录片 戏剧影集电影和儿童节目 估计酬劳渴望达到1亿5000万美元 大约新台币40亿元 除了Netflix之外 他们也和Spotify签下了价值高达3000万英镑 约新台币11.7亿元的合约 制作Podcast节目 节目最后还听得到儿子雅气的笑声 在好莱坞 名气就是彩气 哈利和梅根有了庞大的收入 但高调的作风和低调的英国皇室 隔隔不住 2月的情元节 两人以这张照片宣布怀了第二胎 一周后白金汉宫发表声明 宣布英国女王已经和哈利达成协议 收回哈利和梅根的荣誉头衔 哈利和梅根依然是公爵和公爵夫人 但不能被称为陛下 哈利的荣誉均持头衔撤销 两人对此发表声明说 他们将继续全球性的工作 似乎暗抢英国皇室 不会被局限在英国 而是放眼全世界 你看我们 我们在这里 非常好 对 这是第一次我曾经在开门 真的吗 令人玩味的是 在万众瞩目的欧普拉访问之前 哈利独自一人接受了同样来自英国的脱口秀 还有主持人柯登访问 哈利还自爆 女王送给儿子亚契一台松饼机 当作耶诞礼物 哈利似乎想澄清 他与梅根和英国皇室还是家人 关系并没有那么糟糕 离开英国都是八卦小报的错 看似关系缓和了 不过英国最正统的大报 泰晤士报又接着爆料 美根无法无天霸凌下属 逼走肯兴顿弓 两名个人助理 还刻意扮演受害者 白金汉公宣布将会进行调查 而不知道有意或无意 美根接受欧普拉的专访随即又公开了新预告 如果有一个公司的角度 在我们维持调谋谋谋 如果这会有危险的事 我已经失败了很多 美根指呼应过皇室是黑色豪门企业 更直接点名扫扫凯特王妃 婆婆卡米拉出卖了他 言论之辛辣让人瞠目结舌 英国皇室实境秀高潮迭起 脱印后的哈里梅根 显然比脱印前更有戏 美国拜登政府这个星期公布了 对于世界盟国的外交策略 其中唯一被直接点名的国家 那就是中国 中国在未来美国心中将是一个全球竞争的 一个最可怕而且难缠的对手 同时认定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国家 能够未来在军事科技经济 以及社会各个层面 跟美国来争夺霸主的地位 但美国的态度很简单 老大哥的位置绝对不让 这是美国总统的天职 更是美国绝不会退让的一个核心的底线 因此中国就是美国的敌手 而美国对于中国 所有一切崛起的行动 势必将以非常注目的态度 来进行监管以及看住 当然美国的国务卿在进行这个月中 就要到日本跟韩国来访问 这又是下一步针对中国 以及进行的所谓的一切的行动的一部分 但如今在双方争斗的很多战场里面当中 我们却发现有一个新的目标 令人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什么呢?实验室里面的猴子 从这个新闻当中你会了解 中国是目前全球实业性猴子所外销的最主要国家 而最大的采购国正是美国 这个国家在今年因为数量的问题 彼此发生了争斗 美国指控中国是意图以这个方式来封锁美国的研究 特别是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究 而中国方面的媒体 美国人根本是想利用这些猴子来研发生化武器 双方谁有道理来看看 当然最无辜的是猴子 就在美国总统拜登首场外交记者会后一个月 国务卿布林肯三号也举办他任内第一场外交政策演说 详述八大优先工作为有这个国家名列其中 我们将在21世代的最大核心的测试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关系 中国的关系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会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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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加大为抗中定调 它需要我们的价值 当人们的权利在沈征 或当国家的国家在沈征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 中国会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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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挑中国 官媒环球时报第一事件回应 美国究竟什么意图 所有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更按批美国 裹通盟国抗中 高党结派不可取 以意识形态划线 拉帮结派稿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不得人心 没有出路 拜登上任才一个半月 中美双方就开始隔空开炮 而针对疫情这件事更是吵得没完 就在此时此刻 美国保守派监督组织司法观察 一份长达三百零一页报告书 指控世界卫生组织 为中国疫情提供特殊待遇 包括新冠肺炎情资等敏感讯息 美世卫和中国同意不能公布 同时为中国量身定做保密表格 美国防疫大将佛奇也早知情 中国联手世卫隐医匿疫情又一铁证 然而这份报告出炉前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同样受到瞩目 标题是新冠疫苗研发背后 中美抢夺战已载辟战场 这次猴子成了主角 一般来说疫苗在第三阶段人体实验前 得先进行动物实验 猴子和人类基因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类似 被列为首选 其中又以恒恒猴和肠尾猕猴最受科学家青睐 而中国是世界最大肠尾猕猴养殖基地 每年出口约十万只 美国打从1982年起开始跟中国买猴子 纽约时报说每只价格约一万美元 疫情爆发前一年曾进口了三万多只肠尾猕猴 六成来自中国 但疫情爆发后 中国颁布出售野生动物禁令 让实验猴出口受阻 但实现实在是 猴子在这段时间很重要 然而纽时的说法 遭中国凤凰网以三年反驳 首先动物出口禁令 是在去年一月贸易战开打后开始 和疫情无关 接着又引用美国国家卫生院病毒学家实验结果 只称猴子感染新冠病毒症状轻微 身上可检测的病毒量维护其为 也就是说比人类更容易对抗新冠病毒 美国根本不需要猴子进行实验 就连德州大学医学研究中心都建议 便宜且繁殖块的仓鼠和长期使用于研发流感疫苗的血雕 都比猴子更适合疫苗研发 最后凤凰网再提出最大质疑 估算美国加州奥勒冈西南大学及杜兰大学等 七大灵长类实验中心 约2.5万只猴子中 真正用于新冠疫苗研发也才600支到800支 究竟为何要大量进口 美国过去都向印度购买实验猴被发现用于军事实验后 印度决定不再出售 于是中国合理推测 这次大量进口常委猕猴是为核武和生化武器试验 因为美国每年需要5000甚至上万只生化猴 消耗量比疫苗研发还多很多 为不可预测传染病增加应变能力恐怕只是借口 美国猴子储备大计不成 中国倒是以库存4.5万只战略猴 目前都由政府控制 就连中国三大家医药厂去年也短缺2750支实验猴 就算繁殖也缓不济及 且问题在于不能出口到美国 这场抢夺战略猴竞赛对抗至此 中国战时位居上风 世界两大国之战 涉及领域以包括军事科技贸易等方方面面 政府已定调延续前总统川普对中强硬立场 中美继续扩大了战场 未来只会多不会少 对中共的当权者而言 要为香港未来的治理 打造一套所谓中国式的新民主选举制度 已经是迫不及待 而这个任务就落在这个星期 已经在北京召开的两会 也就是人大跟政协会议上 一般外界预料 人大将会在这次会议中 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的附件的方式 来通过一个新的制度 未来香港的选举委员会 将完全以新的组成 而这个选举委员会将来不仅负责的是 特首的选举 还包括所有民意代表的选举 全部由这个选举委员会产生 它的最主要任务就是 排除一切可能的民主人士 所谓那些在街头搞爱国运动的人士 当然这个字眼是来自于设计者的口中 而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眼中 将来香港将唯有爱国者 才会参与治理的过程 当中国红的铺条再度高挂人民大会堂 更想起熟悉悦音 走过去年险阻疫情 五千多位代表齐聚北京在线三月封两会的盛况 但同时更显距的眼睛 也在自理行间内错误分明 面对严峻复杂的行事任务 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爱国者治港的基调说的坚定铿锵 半个多小时的政协工作报告 汪洋在港澳事务上琢磨不多 但没说的话却让国际听了更加发函 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鼓励港区委员围绕推动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 自九七回归过后 总会在两会耳提面命 跳针强调的措辞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今年会同时消失 不是偶然 恐怕是中共认为的必然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需要与时俱进 做出完善 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据立法权限的人民大会召开前 发言人说的很白 因为前一天发布的大会议程已经直接挑明 将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的议案排在议程第七项 这说明了北京已选择略过任何香港自治的话题 除众手要打造一套中国式的香港选制 据港媒报导 中国操盘的这套选举新制 会将具有选出特首权力的1200人选委会 扩增到1500人 原先以300人为单位的四个功能界别 会新增一组带着高度中国色彩的类别 如中国全国工商联会等 而当亲北京人马堂而皇之 获得特首选举权时 改革大计在同步把大刀砍向特首选委会中 极可能由民主派人士拿下的117个席次 因为这117个席次 是由港九和新界议会的区议员互选而来 以目前的议席分布来看 86%都是由泛民派拿下 为防夜长梦多 中央干脆直接杜绝后患 但中国对香港民主的感情杀绝又怎能直打防守战 3月1日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外聚集了近千人 港警甚至还举起警告 因为去年参与非政府组织立法会35家初选 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泛民主派人士 在被捕后首都提训 很想和47个被捕人士国安是没有做错 也都想和国陆10万参与初选的香港朋友国安 大家都没有做错 做错是政权 是那个极权政府 这天几乎所有人都穿上黑衣黑裤 把港版国安法的威胁摆一旁 前来生员被一车车送进法庭的被迫害者 而人群中更不乏国际的声音 只是各界的声音再大也挡不住集权 去年两会通过的港版国安法 北京像是刻意的要展示阶段性成就 用几乎羞辱的方式 先是通宵审讯到凌晨 其中一名被告还在法庭晕倒 第二天又是十个小时的停 罕见的夜以继日 又以马拉松式连续四天的审讯 被告们无法盥洗更衣 而受折磨的还有他们 在法庭外煎熬了五天四夜的家属们 原先判到了法官批准十五人保释的消息 但他们的希望泡泡随即在十分钟后破灭 因为检方随即针对保释提出抗告 法官又像是听令般又做出全部收押彩令 審讯的结果是一点都不出奇 我都是预料之内的了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国安法立了之后来说 整个香港的司法制度 已经完全是扭曲了 完全是颠倒的 实际上他们是等于 我觉得是等于社会性死亡 根本上他们不会在公共领域上面存在的了 究竟这个政权是怕些什么 怕死人会继续危害国家安全 港府借司法之手临持了民主 即便事后又以重重的言论限制保释了四人 但这些勇敢却无奈的港人 在五月底仍要以卑微的身份对抗集权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其他百姓们 也在眼睁睁地看着 昔日香港人 今日中国人的刻薄嘴脸 当今的政协副主席 前香港特首梁振英 在两会召开前 一连接受多个媒体的采访 旗帜鲜明地和北京一个鼻孔出气 跟和政协主席汪洋唱双簧般 要扼杀香港的自治 在战争行动中多次被抨击的他 如今竟表态不排除再出马参选特首 但访问中听得出他的字字句句都哄得吓人 只是现在香港是荒诞还是荒唐 当北京以大国之资在全球的注目下 高谈自由改革 互信互重 但每个动作都狭隘地让人吃这一滴 当前一年的两会立下了港版国安法 今年修订了爱国者治港和全新的香港宣布制度 那么下一年和未来呢 会否连香港一词都将不存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冠肺炎疫情 目前在全球的现况 到3月5号为止 全球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11600万 而且每天还是以45万人的速度在不断的累计 当然随着新疫苗的问世 我们期待这个疾病它的威胁缓解的时间 能够早点来到 当然目前随着各种新疫苗的出现 很多人或比或之后也产生了各种疑虑 是不是有些货比较刺激一点 是不是有些的疫苗它的防疫能力会比较差一点 甚至有对生命带来威胁的可能 专家的回答是这一切都非真实 在目前的疫情危险状态之下 有疫苗就尽量去打 相机不停地捕捉镜头 明明只是打个针 却还是有这么多媒体关注 原来这些民众接种的是 是各方瞩目的新疫苗 这支由美国娇生制药公司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二月底获得紧急授权使用 三月二日随即提供民众接种 娇生疫苗会受到高度期待 有两项特点 首先它只需要打一剂 就有足够保护力 另外不必及低温储存 一般冰箱就可保存三个月 运送方便 精神疫苗的有效率约为66% 对于防止重症的有效率 则达到85% 换句话说 就算是接种疫苗后依旧感染病毒 症状也会非常轻微 等于把新冠肺炎变成一般的流感 美国最早上市的两款疫苗 辉瑞及莫德纳的有效率 都在94%以上 远胜于嬌生 这是因为前两款疫苗 进行人体实验时 疫情没那么严重 感染几率较低 但嬌生的实验期间 是疫情最严重时刻 不代表效果就比较差 也由于进行的晚 当时英国变种 与南非变种病毒 已经开始散布 实验结果发现 教生疫苗对抗两种变种病毒 都有相当的保护力 还有一项优点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署FDA初步研究 教生疫苗可预防无症状感染 效率高达74% 虽然被大大看好 但部分天主教会却持反对意见 认为教生公司采用流产或堕胎胎儿细胞制造疫苗 道德上有问题 不鼓励信徒接种 不过专家表示 用胎儿细胞进行研究 是医学界长久以来的传统 辉瑞与莫德纳疫苗 在早期实验阶段也曾经用过 梵蒂冈教廷曾发表声明 强调施达以堕胎胎儿细胞制成的疫苗 道德上可以接受 在疫苗的状况上 教徒们可以在良心中 使用任何的疫苗 新疫苗问世让对抗新冠肺炎增添 胜利军 但全球第一个开打的新冠疫苗 却传出问题 最新情况发生在南韩 南韩卫生当局3号与4号 连续两天通报五位民众 在接种阿斯利康AZ疫苗后死亡 其中四人年龄在50到60多岁 在接种后1到2天内 都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而且都有脑血管 以及心脏方面的慢性病 第五名死者身份 则受到外界关注是20多岁 罹患癫症 住在疗养院的女性 她在2号接种3号开始发烧 接着出现癫症性发作 4号清晨5点30分死亡 这也是南韩在2月26号 开始接种AZ疫苗以来 首度传出死亡个案 以让南韩民众宛如惊弓之鸟 即使早在南韩之前 全球第一个施打AZ疫苗的英国 也传出有超过200人接种后死亡 英国卫生单位调查后认为 多数死亡个案都有慢性病史 因和疫苗无直接相关 至于采用AZ疫苗第二多的印度 从1月16号开始施打 至今也有超过46人接种后死亡 虽然也不能确定疫苗和死因有关 但总理莫迪接种时 却不敢采用AZ改打国产疫苗 科技术人士批评了疫苗 以后确定的影响 不要批评和批评 而台湾首批已进的11.7万支疫苗 就是从南韩运底的AZ 更让这支疫苗备受矚目 AZ跟辉瑞及莫德纳不同的是 它是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 也就是将无害的腺病毒 载入新冠病毒基因 注射人体后身体会辨认 并产生抗体 因为是活性疫苗 免疫功能差的人或孕妇不宜接种 如果人体对腺病毒有抗体 效果会打折扣 它被讨论最多的另一原因 由于AZ疫苗对年长者相关研究不足 许多欧洲国家原本不建议65岁以上民众施打 但德国目前接种率只有8% 加上新的实验证据显示 对年长者还是有一定效力 因此在3号宣布放宽规定 疫苗接种如新火 各国政府默不希望全体民众能尽快施打 但部分疫苗却还有待解决的问题 很能影响民众施打意愿 全球要真正脱离疫情 还要等上一段时日 再过几天就是日本311大地震10周年的日子 十年来很多日本人是饱受刻骨铭心的创痛 但也有些人在面对创痛之余 他们开始思考如何今后以各种方式 来挽救更多的性命 有人结合了乡里 以不断记忆的方式来鼓舞大家生命的意志 也有人开始研发各种新式的技术 甚至可以在洪水当中漂浮的房子都出现了 破碎海岸线 宫城县七千找湾 在东日本大地震十年后几乎已复原 从空中俯瞰 复兴轨迹格外明显 大地震伴随的大海啸 瞬间改变了日本东北地貌与风景 灾区积极复原和灾民的心灵重建 十年来持续进行 重灾区福岛南乡马宣兵 我们八月都有场特别的震魂烟火 幕后烟火师是他 四十七岁的上野静姓 这天他到空地勘警 从东日本大地震后五个多月的第一场烟火算起 今年是上野的第十一场 如此坚持且会继续释放到不能放为止 背后藏着是身为一位父亲对逝去孩子们的思念 十年前的大海啸卷走上野的家 他的父母亲八岁的女儿永利可 和三岁的儿子姓太郎全数罹难 儿子的遗体至今还没找到 有思念的主力之憎 以是身为烟火工厂员工上野 出钱出力 号召同事 每年固定释放一百四十七发烟火 悼念南乡马轩兵一百四十七名罹难者 而他小女儿姓立生 正后隔年出生 如今也已九岁 烟火更成了他和哥哥姐姐间的共同联系 十年前的超级大海啸涌向东北海岸 长达五百公里海岸线毫无防备 大海啸也冲毁 卷走了岩手路前高田 尖野夹带子的家 在那时候 我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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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带子的先生 陈在洪灾中丧命 而陈一手打造的家也没了 我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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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二十多年的老家 如今日式木造两层楼房屋 终于盖回来了 像多数灾民一样 回到自己的家才能彻底复原 家带子心境也开始转变 漫长的重建之路后 日本对于防洪意识越来越高涨 加上这几年 因为扭大气候的威胁 暴雨灾难频频发生 更因此研发出世界首座防洪屋 距离海岸不远 从小就住在福岛盘城的岩谷手 曾历经东日本大地震 2015年又碰上19号台风侵袭 他的家再次变成泡水屋 在家里扭开了 但是在家里扭开了 在家里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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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年龄都住了 所以这些年龄都住了 不容易 所以这些年龄都住了 于是他决定耗资约七十万日币 安装防洪设备 将新家打造成防洪屋 去年十二月工程员 进行防洪测试时 第一次曝光 只是怎么看 这栋原地重建的新房子 没什么特别 这么大面積的瓶子 就像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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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研工手质疑 工程员于是 在房屋四周覆盖塑胶布 不损害新屋的材质下 进行测试 防洪屋的基本要求 是在泡水的情况下 防洪屋能滴水不漏 等水退 一般房子 水未到达门窗一定高度后 就会渗透屋内 但防洪屋不怕大水罐 更不怕漂浮物侵害 通风口处是第一关键 地板下的通风口 有个水族箱大的集水盒 装满后防渗水 及防倒罐的特殊门阀 防止水再进入 密闭式门窗则是第二机关 厚度增加一倍 采用三层式强化玻璃 是一般玻璃7倍以上的强度 能承受水压 且门缝间的塑胶密封缝条 和汽车一样包装材质 台风大好雨都无法渗透 沿谷守新房可不止是栋防洪屋 一旦大洪水来得又快又猛 还能变身成漂浮屋 随着镜头前进磁城县逐坡市 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实验室一窥就近 中水开始 可伸缩缆线 拉着房屋地基的四个角 绑在这四根钢铁杆 就像栓在港口的船一样 漂浮在水上 大洪水来时房屋 就会漂浮在水面上 等水一退又会降回原来位置 然而漂浮屋最一开始的构想 来自于它 黑田哲也 黑田哲也原先只设定测试 强化防洪玻璃 没想到水没灌进屋内 但房屋却整栋倾斜 于是出动六名工程人员 把房屋瞧正的这一幕 激起它的灵感 在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之际 漂浮屋的问世 对日本人来说带来新的希望 毕竟天在南方 生理死别的悲剧少一点 生活的脚步才能无常运行 谢谢你收看今天云端事件 我们下回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